这时候却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也喜欢自己 于是就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去追求他呢 如果去追求了 那对方会怎么样看待自己呢 大家好,我是小罗 要解决这个问题 女人首先要明白 男人的骨子里是想要做恋人的 而女人却只想要筑巢 所以女人想要引起男人的注意 就要扣服自己的圣母心 要懂得怎么样去勾男人 让你成功的走向爱情之路 那有些女人就要问了 到底要怎么样去勾男人呢 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爱情就是女人在不断挖空 男人在不断跳空 男人跳空的过程中 享受到了刺激 与即将成功带来的欣喜 可是当她已经把前面的猎物 变成了自己的盘中餐以后 她就没有了那种动力 女人要等得引发欲望 让男人去实现欲望 而不是女人整天问男人 你在哪呀 在干嘛呀 当你的问题变成是男人来问你 在干嘛呀 在哪里呀 这时候男人的感情就已经是 开始走上坡路了 另外呀 你就得要让男人跟着你的思路走 而不是你被男人给带偏了 比如说啊 你买东西的时候 你觉得东西太贵了 那么会告诉你说啊 物超所值 如果你觉得东西的质量不怎么好 那么又会告诉你说 一分钱一分货 爱情也是一样 比如说男女约会的时候 女人千万不要纠结 你到底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去讨好男人 而是要让男人去纠结 怎么样来赞美你今天的穿着 女人一定要明白在爱情中 你不是为了迎合男人的想法 而是要时时刻刻去改变男人的想法 让他觉得你是珍贵的 在爱情中有一句话叫做 男追女隔成杀 女追男隔成杀 当你掌握了上面这些技巧的时候啊 男人还不手道勤来 这次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大家给我私信留言 下次见 好看是